Hello 大家好! 看看今個星期有什麼會計新聞 麻煩你,阿阿仔! 首長香港會計師公會 鄭忠誠 普選會長有必要兩條腿走路 香港會計師公會昨天,10日, 舉行第四十八屆週年大會 並公布新一屆會長及理事會成員名單 改革派鄭忠誠出任新會長 同樣來自民主進步會計師的李淑儀 以及李健行擔任副會長 鄭忠誠會見傳媒時明言,會盡快定出普選會長時間表 他強調,公會有必要兩條腿走路,提供過度安排 即使2022年政府換屆前未警傳攻 亦不知侄外一人一票選舉的進程 今屆理事會選舉結果剛於週二,八日,出路 民主派及改革派共得五席 被視為建制陣營人士的前副會長 林志遠以及方韻圈亦同報出線 今屆票王市改革派歐幾輪,獲超過7000票 而林志遠及方韻圈分別獲得3200多票以及3000多票 公會多年來被指由建制陣營領導,經過今年改選全取五席 連同去年當選的六位民主進步會計師代表 民主派及改革派成功翻盤,首次取得過半數席位 接掌新一屆理事會的主導權 新任會長鄭忠誠在週年大會過後,透過小字信會議會誤傳回 他表示,任內將推動10項重點工作,包括一人一票選會長 回應套取指無事件,改善會計師就業情況 推動行業數碼化及國際化,改善業界長工時問題 與政府商討加強監管防洗黑錢,AML措施等 他又提到,公會將成立小組研究查冊問題 以免業界日後誤墮發網 提到以往會長強調工會保持中立 鄭忠誠表示,未來工會仍然是政治中立 但若牽涉到會員利益,也不排除在政治議題上發聲 在記招上,焦點主要圍繞在工會要求 學生會員同意套取指無,以及普選會長時間表之上 鄭忠誠表示,對於工會近月要求,學生會員申請成為正式會員 須簽署授權警方收集其指無核實刑事記錄的文件 他明白事件引起極大迴響,會立即跟進並向會員交代 報求合情,合理,合法 他稱在可行情況下,會盡快撤回有關要求,並向監管機構 警方釐清事件 至於有關要求是由工會抑或警方提出,鄭表示 需要花時間,搞清楚事情來龍去脈 至於醞釀多時的普選政府會長安排,至今仍然落空 鄭忠誠對此表示招急,指自己也是當年議案發起人之一 新任理事也是深焦餘焚 他形容,這會是上任後首要任務,一定會加快速度 能否在2022年前落實? 鄭解釋,選舉涉及修例,估計立法會需時處理 因此將研究其他替代方案,有必要兩條腿走路 在立法過程期間提供過度安排,令會員早日有票可投 他又稱,工會稍後會向會員發出諮詢計劃書 收集意見作內部研究,再推出普選時間表以作參考 鄭忠誠為工會執業資深會計師,於2010年首次當選為工會理事 鄭彥時為HLB博為會計師事務所主席 同時擔任工會專業資格監督委員會主席公職 他領導及參與工會多個委員會及小組 包括近年的審計專業改革專責小組 註冊及執業核准委員會以及薪酬委員會等 好,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拜拜!